嗨,大家好,这里是上师厨房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种辣椒油的做法 这十几种调料还算普通,一般家里都会有 蔬菜油500克,其他调料在视频下方有详细的说明 前面放的这些调料要小火慢熬 所以开火以后马上就可以放进来 这时的油温不要太高,控制在华氏280度左右 等葱呈现金黄色,就可以把所有的调料捞出来 油温会继续升高 放几粒芝麻试一下油温,周围出现小泡,逐渐变微黄 这时的温度应该在华氏380度左右 立刻关火 放入芝麻 冰糖 把辣椒和辣椒粉也放进来 如果做的比较多,希望放的时间长,调料中就要少放含水的调料 多放盐 这是蒜粉 盐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放 搅拌均匀 最后再放一点香醋,没有任何添加剂 颜色非常漂亮 这款自制辣椒油色香味俱全 功能多样 如果你喜欢,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师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